夏天是水果盛产的季节 高雄是一间五星级的大饭店 为了要力挺农民 特别邀请到烘焙老师 教导民众用凤梨和芒果 来做水果蛋糕和甜点 不仅卫生营养 又能够帮助农民行销优质的水果 所以课程一推出 就受到学员热烈的欢迎 烘焙厨艺在专业教室登场 学员亲一色都是女性 老师这次挑选大树金针凤梨 跟艾文芒果作为教学食材 就是看中当地水果 经济实惠又新鲜营养 凤梨这个部分呢 就是在大树是盛产地区 所以取材是非常的适合 那凤梨本身呢 它自己本身是蛮酸甜的 非常适合使用在就是甜点 不论是制作凤梨生乳卷 或是芒果蛋糕 老师每个步骤都仔细教导 学员们除了勤作笔记 眼睛也要紧盯老师动作 其中将芒果切片做成 一朵朵玫瑰花造型 更是考验学员的手上功夫 慢慢交错交错 让它是一个非常漂亮 绽放花朵的那种感觉 最近盛产芒果还有凤梨荔枝 那除了大家会切 平常会切水果盘之外呢 那也非常推荐大家可以 把这些水果放进去菜肴里面 或者是甜点里面 立体农民饭店与烘焙老师合作 精选夏季盛产水果作为教学食材 除了鼓励学员多多购买当类水果外 也希望藉由专业的烘焙教室 让民众尝试DIY制作美味甜点 最近凤梨非常的盛产 那我们希望就是说 把台湾好吃的水果 也能够置入在甜点里面 然后也可以帮助我们这些小农 凤梨如何入菜 那也可以教导民众 在家也可以做好吃的甜点 跟家人分享 至于参与学员更是收获满满 不但学习到制作蛋糕甜点的技巧 还能把做好成品带回家 无心中也帮助农民 可以说是一举多得 今天是凤梨的馅跟芒果做花朵 回家还可以想想一些别的香蕉 还有什么火龙果之类的去做 我觉得有这种体验是非常好的 因为现在就是芒果跟凤梨的盛产季节 那可以藉由这种教学的方式 可以更了解 我们要以后可以在家里 休闲的时候可以该做 什么样的一些休闲娱乐 捐堂课下来 学员们先后完成 三味四溢的芒果蛋糕 及凤梨料多道报的生乳卷 现做现场 也难怪这堂烘焙课一开班 就立刻秒下爆满 下生活 一起烘焙真开心 耶 港独新闻 王思武 罗孝军 赛峰报导 有什么东西 你这种是要 那我先看 成功好 我学生了 有什么东西 辿汰 有什么东西 有什么东西